小爱爸爸市长谢果良在得知意外状况 会同消防局长陈龙辉 暖暖区长蔡春棠 及社会处副处长洛文章等人赶往医院探视 小爱爸爸谢果良看到五人经过高压氧治疗后 都已经脱离险境松了一口气 送上慰问金跟玩具和衣服 并关怀后续的状况 还好 呼吸到现在的空气就比较有危险 市长谢果良一方面来关心 另一方面要呼吁市民使用传统热水器 一定要注意通风的状况 冬天到了 我想这一次能够及时的发现 并且送医救治 我觉得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这边也特别谢谢消防局的同仁 在这件事情的救护上面 有效率而且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救治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三种这边对于孩子这边有细心关心 还给他们高压氧的治疗 也谢谢我们暖暖区公所 那现在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对于这种传统的热水器的这种处理 一定要符合安全的标准 那像我们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一件 它是热水器是RF型的 那RF型就是副外型的 可是它虽然是装在他们家里面的阳台 但是因为它这个阳台另外有做了这个门窗 虽然门窗也有打开来 但是因为也有非常多的亮卦的衣物 所以在长久时间 那个小朋友洗澡 或是大人洗澡 时间久了以后 它里面的一氧化碳 还是会陆陆续续的会蓄积起来 那因为屋外型的它是装在屋外 但是因为它没有强制排气管 所以这些一氧化碳泄漏出来以后 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排气管 把它排泄到外面 据了解消防局与暖暖区公所将协助这一户 改装具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 避免再度发生意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